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2年7月9日第568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长实市值高于长和》第二辑 我们在对上一集第567集的时候 讲讲《长实市值高于长和》 其实这件事也不需要大惊小怪 只不过可能是长实集团的股价升得比较厉害 最终是超过长和的 但这件事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惊奇的 唯一要惊奇的就是 我在那条片里讲了 《长实集团》原本是一家纯纯正正的地产股 后来公司慢慢发展 有其他业务都开始做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这幅图 看到《长实集团》的架构 其实是多元化的 多元化是否一件好事 当然是一件好事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 为什么长实将要变成一间多元化的国际企业 我想了几个问题 或者几个原因 帮他们说解一下 例如好像 李泽巨做大国际生意 你看长江基建 他从20年前开始 是不断地进军国际市场的 不断向不同地方的区域 买入资产 做开这些东西 你叫他不做 很难的 还有 在香港 投地 建房子、建房子、卖房子 这些东西他老爸做了几十年 其实他都做到滚瓜烂熟 其实放在这里 其他的儿子已经可以搞得到 所以这间公司如果只是局限发展 在这个地产项目的话 那就太过浪费了 另一件事 就是没有一样生意 是永远都可以做下去的 香港 我说不要听 运程走到这一刻 都已经玩完了 你也不可能希望 香港可以永远好下去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就太天真了 所以如果生意是可以做得分散一点 就是离开香港 去到其他有潜质的地方发展的话 我觉得一点都不是一件坏事 还有 李氏家族经常都觉得 香港这个市场是一个小市场 他有很多东西他都买得起 但是香港人或者香港政府 给不给他买呢? 其实如果说港铁 如果要他买起的话 他一早都买得起 但是不行 所以他就要想到 另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投资 还有 一间公司是要不断改变 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 你看看李嘉诚 由做塑胶花 到发展地产 到发展其他事业 他都是不断发展 才有今天这个规模的 另一方面 大部分海外的业务 都能够即时提供这个盈利 即是说 他们都不是在这里种菜 或者是种些什么 他们一买回来 那件东西已经是有钱收 也有盈利 这件事可以保证 他们的业务上可以快高长大 好了 说真的 香港有哪一间企业 可以做到像这个长和 长实系 如此大的企业 又不断向外进攻 发展 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李嘉诚的公司 我们今天不要放过这个机会 继续去探讨一下 长和和长实这两间公司 到底还有什么 我们应该关心一下 如果要投资在这两间公司身上 就是说 越了解多些 肯定是对自己 对其他人 都是有帮助的 我们仍然由一豪仔讲起 一豪仔上次我们介绍的时候 他有几个不同的大部门 其中一个部门最神秘的 就是这个叫做财务及投资 与其他 那里面到底是装着什么 馅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比如这个 财务及投资方面 其实就是包括了持有集团的所有现金 或者可以变成现金的一些债券 我相信 另一方面也持有和记黄报 中国的有限公司 Town.com 还有这个 玛丽娜的业务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另一方面也有什么 长江生命科技等等的权益 但这些权益全部都是以一个证券的形式 换句话来说 如果是合价的 随时卖了它 也不需要怎么公布 至于这个部分里面 同时我上次说过 就是加拿大的Husky Oil 它的股份也放在这里里面 上次我说过 因为Husky Oil 和另一间公司合并了之后 就拿了对方的总公司里面的15.8% 这些现在是属于财务和投资的其中一个成员 其实这个部门的增长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撇除一次性的项目的话 其实这个部门的增长是非常快的 比如像Ebitda 增长了52% 算是很好的 至于我们说 这个Husky Oil 拿了对方的股票 这一间公司 新的公司又值多少钱呢? 如果以美元来计 都值成358亿元 那么厉害 换句话来说 如果占15.8%的话 其实这一批股票 现在手头上 最新的状态 应该价值是443亿元 不过前一段时间 因为股价都升到24-5元的时候 其实这一堆股票 总值是接近600亿元 最近有少少回调 另一方面 其实财务及投资这个部门 还有做其他事情 例如 他在加拿大、澳洲 长江基建 都有份参与 轻燃料投资 当然这些投资可能比较小 但是 一间公司这么大 各样都要试一下 既然这些属于新能源 慢慢逐部分 逐部分的投资 到将来真的有些成果 到时 又是由一棵 树仔 变成一棵大树 到时又是收割的时候 在一号仔里面 其中一个部门 叫做基建 这个基建项目 当然是由李泽 当时还没坐正做主席的时候 他主理长江基建 这里有个长江基建 由1999年开始 慢慢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你看到这些密麻麻一片 全部都是他收购回来的成果 可想而知 你想一想 香港究竟有哪一间公司 可以做到这些世界级的收购行动 他好像还没怎么卖过 当然 他买回来的业务 有些可能是不太好 但是他撿一撿之后 他又可以将些东西 化危为基 所以 我觉得他是挺厉害的 还有 他也做了这么多次 这些国际大买卖 所以 其实他已经架轻就熟 很少会再被人压到 香港 你也要记住 不会一直好一下他 所以 当时在20年前 这个长江基建 在一号子的允许之下 其实是不断进军 李嘉诚20年前 已经想到这一件事 事实上的确是好事 正如我们上一集说 现在的UK Power Network 可以值成大概150亿磅 那么厉害 就是当时投资的成果 外国的资产变成越来越全球化 这是一件好事 我都说了 香港真的有很多很大型的集团 但他们基本上躲躲起来 都是在做地产 李嘉诚肯定是比较另类一点 我都说过了 李嘉诚其实在香港 一号子 其实他很多资产都不会留在香港 那么 留在香港有什么资产 其实不是很多 比如白街 屈臣市 这些店铺 或者风宅等等 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 1113就比较多了 因为1113在香港实在太多物业了 而这些物业 基本上是搬不到走的 那么我就觉得奇怪了 搬不到走 他们两父子还不断买1113 到底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机制 是最后都可以 是金钱脱殼的 可以开开心心地离开香港 如果有什么喜事上来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么厉害呢 那当然 到这个moment 我们都不知道他想搞什么 但是我们就知道 李氏家族在香港实在太多资产 你说想搬 哪有可能搬得到 说完这一号仔之后 不如我们又回来说一下 1113长实集团 最近他快高长大 市值比大哥大 不要紧 这些是时来运道 好了 长实其实是得到李嘉诚的眷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长实可以动用大概170亿元的钱 去收购李嘉诚基金 旗下有4个基建的项目 李嘉诚很好 他说我不要你的钱 我不要你的现金 不过我要你的股票 同时间也向所有股东提议 用51元按比例收购 他们手上的1113股份 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我都赚到钱 所以我都很开心 但是你说 咦?现在不是还升得更厉害? 没得说 当时你的决定是51元卖给他 人家没有骗你的 你有权不卖给他 所以卖了之后就算了 我都不会去计价 何况这些股价有升有跌 遲些可能跌回来 这一次的交易 170亿很厉害 李氏家族持有股份 由大概36% 慢慢增加到45.6% 增加得这么多有什么好处呢? 听人说 不知为什么 大公子很喜欢这一间1113公司 可能他真是现金多了 还有,这四个资产 其实都是非常值钱的 我觉得李嘉诚是卖大包给他们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简单 就是这四个资产里面的其中一个资产 就是这个UK Power Network的20% 虽然这一次是卖不成 不过我们假设 如果真的卖得成的话 只是这个资产已经可以带来 现在长实集团大概有282亿的现金收回来 你想想 四件基建的产品或资产都是170亿 由李嘉诚卖给长实 现在这四件里面 随便一件出来卖 也有值282亿 那你说 其他那些免费的都值得 何况 这些资产 李泽巨说过 是一些优质的资产 亦都可以提供一个可观的盈利 所以可以令到长实集团的业务上更加稳定 那你说 这一间公司是否因为太稳定 所以李泽巨特别喜欢这一间公司呢? 大家都知道长实集团的地产部 亦是牵涉很多不同的范畴 这次我们要说的可能是比较小一点 但是也有很多人都在这里失手 因为投资在他们身上都是选手难脚的 我们要讲一讲这个 就是产业信托 它一共持有三间的产业信托 这三间的内容 我稍后再跟大家讲 不过现在来看我们要知道 长实持有他们的比例 大概都是在三成以下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一批随时随地 都很可能是可以让李泽巨放弃的 不过当然放弃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这些公司 虽然现在的股价是比较低迷一些 但是它的资产其实一点都不低 所以如果要放弃 你知道了 李泽巨懂得计数 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放弃? 他放弃的肯定是只剩下骨 一定是没有肉给你吃才做的 不过大家都要记住一件事 凡是做得这些产业信托的上市 通常这些公司或这个package 里面的产品大部分都应该是比较成熟的 或者在公司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属于核心的物业 所以他们才是拆出来 就是把它包装得漂亮的 不是怎么能吸引到你去买他的东西 他说保证第一年第二年会派多少息 这些手法就像买的很小的商场店铺的劏房 他说保证头两年三年有多少钱的租金回报 一样道理 但是过了之后 很可能股价就会跌下来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大家都要相信一件事 其实你和我都一样 最宝贝的资产都是放在自己身边 不是这么宝贝的资产 通常放在外面被人拿都没所谓 所以记住 凡是好东西 要么就躲在1号仔身上 要么就躲在1113身上 绝对不会流出去其他地方 因为有价有市 至于这三间公司的市值 大家都在这里看到 炒卖一碟都是二百多亿左右 但是它本身的资产是不止的 因为他们很多的物业 估值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可观的 所以我觉得这批资产 可以高达大概五百亿元左右 那你知了 五百亿元的话 已经等同 1113大概是五分之一的市值 所以都是非常之厉害的 不要小看这部分 这部分虽然不是属于核心的物业 但是也是有价有市 因为这一集的内容实在太多了 我们也不能说得再多些了 有机会我们会继续说下去 希望各位看完这一条片之后 希望你们会满意这个内容 而且可以帮我按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那就最好了 谢谢各位 大家好 我又有一篇新的文章 今天是发表了 大家都知道最近 我的文章都是围绕着说美股多些 上次就说了台积电 已经说它有垄断性 但是今集这个文章 讲的就更加垄断 因为这家公司 真是全世界只有它一件产品 是很独特的 这个就是ASML 这家公司生产出来的光刻机 全世界是唯一的 没有其他可以取代 这家公司好不好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 原因是它的股价 都是在这个高位 都跌得几多 既然它有垄断性 也是全世界很需要它这些机器 其实它的生意应该不休做 大家不妨在现在这个 这么恶劣的时间里面 就看看这些股票 看看到时会不会有什么 啟示给你们 作为一个投资的方向 希望各位如果看完这个文章的话 可以帮我在前后左右附近 按一下广告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帮手欣赏!